年的动态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就输入之后 第一个他当然会把底下的部分 呼叫一个计算清除 把这边先清掉 那输入几年五年就好 比如说我今天只希望大概计算五年就按确定 那按确定的话 他只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帮我把这个范围清掉 那这个范围我怎么知道有到哪里 其实你可以用 用那个追踪的嘛 追到这边到底几栏 然后把这些范围都清掉 第二个是怎么样 他输入五你再把它一到五 把它填上去就可以 所以按确定 一到五 按确定 比如改成十好了 一样把一到五清掉 输入一到十 有没有 那利率的话 其实观念也一样 不过比较复杂一点就是说 他一个区间就是零点一到五 那所以一趴 总共会有八个区间 这个也是八个 所以他这个都是八个 然后我从这边开始 所以这边必须怎么样 假如说你利率的话 必须有什么 这边要加三 但是最后利率 你可能要减三 这边会多一个三列 那你必须怎么样去刚好调控 刚刚好 所以利率 假设我今天 这边看到是三% 利率按下 比如说我今天改成四%好了 按确定 输入一个4就可以了 按确定 这个时候他一样会帮我把3%先清掉 再改成4% OK 一样 不过你也不要输入太多了 不要输入个18% 哇 那底下会跑很久 OK 因为现在也没有这种东西了 好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输入2好了 OK 确定 好 这样子 他会把旧的清掉 再改成2% 那这个地方如何把这个动态的年跟利率做出来 好 各位先想想看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后面先也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看那个动态的年跟利率部分 再继续看